歡迎收看臺灣最前線 我是褲長江 總統打算最新的發展 哪贏比兩贏 實在政策太多 過台面今天大動作 走去新席送外面給柯媽 也跟柯P吃米粉 連後再去立法院送外面給王金平 向上臺郭柯兩位目瞭去中選會 看起來中秋起義 這時間是不是越來越接近 郭民黨要怎麼處理 如果去定期就開讀 還是等到十一月 問題是 韓國如定義跟某個都接受 有人說應該要請黨 但是這東來支持 過台面的賣賣賣賣 是要怎麼請禮 包括這兩天因為做小時間出差錯 做成麻煙球賣賣賣賣 這韓馬定義 尚上搶聲 沒得吃得太難聽 看見韓國如特別跑來台北參加外動 想要跟馬英九記念 不像我馬英九的體鎮離開 就是跟韓國如講台 馬伴也說以後會信重考慮 參加韓國如的作息外動 看起來韓國如沒有團結哪贏 又會把當時變成得進 他又說 上秋中佛系打法 那溫吞提不出個批 又爆出口 因為還得罪人 奇怪 韓國族怎麼變這樣 好像禮拜天做事之後 說話是越來越囂張 還有當初 保護韓國族的護衛隊 現在是走得差不多 原因是什麼呢 是不是做人失敗 選條就不要插人 但是這個市政 他也做不好 這天下雜誌評選 全台館市長是調查尾 最多一名 這樣是要怎麼選總統 要叫大家吐窩囊 是誰才有刺呢 今天我們節目中有上市的分析 介紹來賓 在我現在準備的是 民進黨立委 鄧天輝 中央好 大家好 尊治評論員 余美美 中央好 大家好 資人媒體的吳郭董 中央好 大家好 再來是郭文董 台北市議員 李明賢 大家好 資人媒體的邱明玉 大家晚安 資人媒體的鍾年晃 中央好 大家好 資人媒體的林玉慧 中央好 大家好 讓我們先來看過台面 今天去三月拼 清晨六點 郭台銘 柯文哲一起到新竹 城隍廟拜拜 鏡頭前熱絡交換 月餅禮盒 還一起吃新竹米粉 這個吃得有心事 因為菜是有 所以你要撈起來 在哪裡 往吃起來 柯文哲連快速吃飯訣竅 都分享給郭台銘 兩人一副兄弟同心 郭柯合體 新竹拜廟吃小吃 被視為郭台銘中秋起義 宣布參選的前兆 更有民眾以為是 總統競選行程開跑了 蔡文會說 你要當他總幹事是嗎 蔡壁虎應該會去幫忙 但是總幹事再講吧 順其自然 但是也要盡力了 有人說這是中秋起義 怎麼看 有人說什麼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大家好好過一個中秋節 莫忘初衷 好 來 郭台銘送王金瓶月餅 裡面藏的四張紙條 莫忘初衷 上天指路 遜音音緣跟 合家平安 禮上往來 對親自送餅的郭台銘 王金瓶也送上喜憨兒月餅 還準備神秘小禮物 真的喔 哇 很遺憾 這樣 穿得冠軍 國際帽是根本 這個是目標 我有 對 帶起來你看 說把拿冠軍當目標 還把王金瓶說的 政府失能等六失 親筆記下來 郭台銘已經做好 參選決定了嗎 兩人一度閉門 幾分鐘 最新決定 他向王金瓶說分明 沒有 也沒有講說他要選 沒有講他要選 他還在考慮 如果他到時候出來選 你會不選嗎 我說順著英連走 你現在叫我說什麼 我會很難說 王金瓶用物理看花 形容郭柯王關係 但隨著917 登記連署 最後期限倒數 郭柯王能不能進入 下個階段合作 郭台銘的決定 將正式攤牌 好 我們看到郭台銘 今天又搶得了 媒體的焦點 一早就跑去新竹 送月餅給柯媽 然後跟柯P吃米粉 接著呢 再去立法院 也是同樣 送月餅給王金瓶 所以 郭柯王結盟 是不是確定了 那特別是說 也問到了 那柯文哲 是不是要當郭台銘的競選總幹事呢 當然這部分呢 他還是說啦 這可以慎重的來考慮嘛 那先請教 民運怎麼看 這部分 郭台銘看起來 是不是離中秋期的時間 是越來越接近 現在到底進展到什麼樣的階段 聽說是已經要你參選宣言了嗎 對 事實上 你從昨天 郭柯王的幕僚 他們去中選會 這個動作 其實他就很明白了 因為你知道 昨天大家記者是看到 他們三個幕僚去中選會 大家就會覺得說其實這個真的是做給外界看 做給媒體看 因為你如果要問連署的事情的話 其實真的不用人跑到中選會 而且還三個幕僚約好一起去 卡一個電話就好啊 對不對 你有問題你要問啊 什麼的連署的表格什麼的 打電話去 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宣示動作 對 而且還三個人 是哪邊放出來消息給媒體的 就我了解是 柯跟郭那邊同時一起 同時一起放 對對對 就是要讓外界知道 對對對 沒想到王的幕僚也去了 所以三個人合體 所以從中選會 昨天的這個動作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預告了 那再加上說 其實今天你知道這個郭跟柯 早上先去這個城隍廟那邊 你知道我們也在討論這件事 為什麼早上六點鐘 真的把記者大家都累死了 真的很早 那當然啦 他兩個目的 第一個盤算就是說 因為柯是以這個台灣民眾黨的 黨主席身份去的 那今天是禮拜三 今天還在這個市政的行程 而且大家知道 下午市議會要開議囉 那也要進行質詢 所以呢柯他不要給人家烙話餅 所以他六點 然後到七到拜到七點 然後七點趕回 這個台北來 然後參加這個市政行程 這樣就不會被議員批說 你又利用什麼上班時間 在跑行程 這個當然是他盤算之一啦 但第二個盤算 你看到上午的這個郭柯王的行程 不是占據版面嗎 那下午不就空著了 所以他下午呢 他不是我剛剛講了 還有市議會的要備詢 要施政報告 想必啦 想必就是說 不管是藍營或綠營的立委 尤其是藍營的議員啦 他們可能就會跳出來啊 就會把這個當作一個質詢的焦點嘛 因為你旁邊的那個炮打他對不對 上班時間搞什麼選舉 議員也要博全國版面嘛 所以他們一定也會質疑 這個柯文哲 尤其藍營的嘛 你們一定可能就會問他說 你們幹嘛要把我們的郭台銘 這樣子一直給挖走這樣子 就想見就是說 從上午到下午都會是他們 這個郭柯王的版面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一招就是要維持他的聲量 維持新聞的版面 我覺得柯版面這一招 其實還蠻挺厲害的啦 就上午院會 下午 上午這個拜票 然後下午那個議會 可是我記得柯媽好像之前還說 郭台銘要來 五湯喔 對不對 大企業這樣 結果還不是接受了 對 就我的瞭解 他們這個真的是臨時起義的 因為是郭台銘昨天 而且是昨天臨時定案 他們昨天的這個幕僚在幫他盤行程 其實本來是只有要去城隍廟 對 然後後來這個郭台銘自己就講說 他很想去拜會柯爸爸 柯媽媽 所以柯媽媽才趕快去洗禮什麼的 所以什麼東西都是還蠻臨時的啦 那你剛剛不是第一個問題問我說 就是那個郭台銘是不是在擬宣言 這蠻巧的 因為我今天就是在問一些訊息的時候 我剛好問到這個郭的幕僚 我說你現在在幹嘛 他說他現在在幫郭董擬宣言 我就說 蛤 要你這個要選了嗎 他說不 他領兩份宣言 一個是要選的 一個是不選的 也有不選的 準備了半天 然後擴充了這些發言 結果也有不選的 可是說實在的啦 其實我會認為啦 就他們那個幕僚的角色 因為他們都是這個鴻海 鴻海企業做久了嘛 那你總是要幫老闆 老闆在還沒有親口宣布之前 你看包括王金平到現在還是守口如瓶 死都不肯透露 那其實就我瞭解 就是郭台銘也是守口如瓶 目前身邊的人 沒有人知道他哪一天要宣布參選 所以他們遇到他們鴻海作業 就是像併購下譜一樣 就是要準備兩套 一套是要併購的 一套是不併購的 那所以就是一套要選 一套不選 就一直要有個備案就對了 對要有個備案 這樣有一個往前衝 可能有一個也是不選的 但是你跟外界講說 他現在不選 我現在我猜是沒有人會相信 可能那套不選的宣言會就會擺 擺在那個旁邊都不會拿出來 那宣言的內容呢 我們比較想要了解 宣言內容我目前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個確切的訊息 就是他副手確定已經是找好了 副手找到了 副手已經找到了 對 這個很妙 就是有一天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語露玄機 他有一天這個郭台銘就回來 跟這個幕僚就講說副手的人選 話題你們不要再討論了 對 他就講這一句話就走了 所以不是王金平嗎 應該不是 是嗎 應該不是 因為我先跟大家補充一下訊息 就是說因為之前找過 包括什麼女性或學者或女企業家 最後可能想說 如果找不到人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就王金平呢 但王金平今天又說 他不會當副手 對 其實這邊不是郭台銘那邊講 但是就我們瞭解 王金平是鐵了心 他不會當副手 對 他應該就是會做 要不然就是競選總幹事 反正他們角色會額外再分配 但是副手的部分 這個我很肯定 就是郭台銘找到人了 而且這一次 哪個領域的 我跟你講這超難的 這一次他們鐵了心 就是說他們不管告訴誰 他們覺得這個秘密 一定會洩漏出去 就是沒有不透強的風 所以這次郭台銘就是自己一個人找 然後呢 而且他找到了 他也就是死都不講 所以我只能確定 所以人選不知道 但只知道找到了 確定是已經找到了 對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 所以你看嘛 如果連副手都找好了 那你說這個還有 還有所謂的不選的宣言 我真的覺得這個不選的宣言 真的可以不用再寫了 這個你早選 要選的宣言 那參選的宣言呢 要這個昭告世人 特別說藍營是不是 藍營支持者能不能接受 這是不是一個主要的重點 確實是 因為就我的瞭解啦 就是郭台銘為什麼到現在 他遲遲不肯去露口風 因為呢 就是他身邊兩派的人 包括就是勸他選 跟勸他不選的力 到每天都拉扯太大 他就認為說 如果現在我就是稍微透一點口風 我就覺得說我要選 那不選的人馬上 就來跟他一直講講講講 你不要選啊 你不要選啊 那你另外一派反之責然嘛 所以他的企業家就是這樣 你來跟我講我都聽 但是我就是不置可否的態度 等到我哪一天宣布 你們就動不了我的決心 就我的瞭解是是這樣啦 那最後啦就是說 反正就是說 不是還有一個傳言嗎 就說到底他會不會退回榮譽黨政這件事情 對 就我的瞭解 郭台銘應該是不會這樣做啦 對 就是 所以就等著國民黨開閘就對了 看國民黨如何處理 西廷尊便 是這樣子嗎 對 就是看起來是這樣嗎 今天不是有一個蠻有趣的 這個 這個這版的新聞 上面是講國民黨開閘的消息 下面是講這個政公 要去要去追追小三 要去追殺小三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個廣告跟這則新聞 兩個還蠻配的嗎 對啊 所以今天你知道嗎 話題討論度的 本來是這個報紙的上面這個新聞 跟下面這個廣告 我覺得這個還蠻意有所指的 的確 當然說名譽是爆料 郭台銘真正性最後階段 已經到了你參選宣言的一個情形 當然國民黨要不要開閘 明顯稍要回應 先請教年華哥怎麼看 這部分看起來 郭台銘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那特別是說他的參選宣言 可能困難在哪裡 因為國民黨有個正式提名的韓國瑜 他要如何說服藍營的支持者 能夠選擇他呢 郭台銘的政治動作 玩到這樣子 如果最後不選的話 我覺得是把大家當白癡在耍 你早上六點去廟的拜拜 送個餐 吃米粉 丁丁 這看起來都像是一個 傳統很典型的政治動作 就是準備要選了 那郭台銘要參選的 其實我從來不擔心他的所謂的正當性的問題 因為其實韓國瑜正當性沒比他高了 所以兩個半斤八兩 如果國民黨最後真的蠢到去攻擊郭台銘的參選正當性 那就是韓跟郭兩個人互相毀滅的戰爭 因為你韓國瑜也參選正當性也沒比郭台銘好到哪裡去 那我覺得郭台銘 我不曉得他參選聲明最後會怎麼寫 但是他必須要說服大家的就是說 因為他說包括今天他去見王金平 然後透露出來就是 就是說我們要找回忠道的力量 要幫國家做事 要超脫藍綠 其實我覺得這種說法都是很多離開綠 或離開藍營的政治人物很習慣掛在嘴巴上的 但是這種說法非常的廉價 不是說你今天離開國民黨 還是說你今天離開民進黨 我就超越藍綠了 我就不藍不綠了 那你身邊那些人呢 你身邊那些人全部都國民黨的 所以我覺得他必須要有一個很強的力道 可以說服大家說我郭台銘真的可以做到 所謂的超越藍綠 因為郭台銘其實他也不是一個素人 過去他雖然從來沒有從政過 但是他過去屢屢幫國民黨的候選人站台 服選這些都是事實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藍的 對 那你現在要離開國民黨 要無黨籍身份參選總統 然後突然搖聲一變說 我現在已經超越藍綠了 這有點像這個 其實很難說服人 你如何超越他就是藍的 對 這有點像穿越時空距 你知道嗎 就突然這一秒鐘還在這個二零一九年 下一秒鐘回到就到了二零三一年 那個高鐵都已經到屏東都通車了 我覺得這有點太跳躍 這個恐怕這是他 他們要去傷腦筋的問題 你要怎麼去論述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沒有王金平的合作 那他的組織在哪裡 因為總統選舉 跟一般選舉不一樣 你全國這樣下去撞下去 你知道你的官司這樣撞下去 你如果沒做進 韓國瑜再差 他有一個國民黨在後面撐著他 所以組織 韓國瑜的組織是現成的 可是郭台銘完全沒有組織 這個是他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會不會是王金平這邊幫他嗎 當然 王金平如果會幫他 可是因為我看王金平今天 會後記者訪問他 因為他跟郭台銘見面 後有一段是沒有公開 會後記者訪問他 我覺得他講的又很奇怪 他說郭台銘從頭到尾 沒有說要選總統 是柯文哲一直希望他選總統 現在到底是 是國民黨要選還是國民黨要選 我已經被他們搞得快亂掉了 那王金平講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郭台銘在跟他見面的時候 兩個人在閉門會談的時候 兩個人到底在那齊齊齊齊 到底是你說什麼事 所以這個恐怕 當然現在我覺得郭台銘參選的機率 應該是高達九成 那會不會有另外一層的意外 這個其實是還蠻值得玩偉 另外一個剛剛我聽名譽在講說 他副手已經找好了 當然恭喜他了 但是如果說他找副手過程 是跟你以前在鴻海企業做決策一樣 其實那個是蠻危險的 因為你都不跟別人商量 這個對一個總統候選 對一個總統候選 或是說對一個可能將來當總統的人 來講是很危險的事情 就可能會是個衛爆彈 對 萬一他提出來之後 大家這個群情嘩然 那也是像 或是爆出什麼問題 那真的有什麼的歷史 對 而且你 因為你今天你在經營鴻海的時候 鴻海是你的 你下決定盈虧自負 對 跟我們都無關 但是總統將來如果做總統 決定的叫國家大政 國家大政那個可能跟全體的國人都有關係 那你不能如此的前綱獨斷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臺灣是民主時代 我很早以前郭董早在參加 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過 我說國家跟企業 最大的不同是 企業不在說民主的 我老闆我說尊勝 不斷你不要做 但是國家要說民主 國家要說民主 不是你總統 你說什麼就尊勝 因為你要立善他同意 你要人民同意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看起來 我不曉得經過初選的這個挫敗 郭台銘在這個認知上有沒有改變 那如果他在這一點的認知上 沒有改變的話 將來我認為他選起來 其實會蠻辛苦的 他會不會覺得就是一曝光 就見光死 一曝光 就像從什麼那個陳大校長 侯明鋒 然後一直到後面 可能是不是一曝光 然後就見光死 所以他覺得目前這個階段 還是沒辦法先跟外界透露 我不曉得啦 當然沒有關係 如果說他這個人選出來之後 他也盈虧自負 對不對 畢竟他也盈虧自負 就是說是商或是是加分 他也得盈虧自負 妹妹姐怎麼看這部分 郭台銘的參選 恐怕對於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的確三角都是越來越明顯了 三國演義 三足鼎立 那到底有沒有人可能會編成 2000年時候的阿扁 宋楚瑜還是連戰 這大家在看 但是這個情勢是有一點不一樣 我告訴各位 就是說第一個 最大的不同是 宋楚瑜當年有省長 很少做人情 他又是從國民黨系統 一路長大的 所以裡面他的親家 五十朋友門生故舊 一大堆 又很會做人情 所以那個時候 宋楚瑜跳出來的時候 那是真的 老實說 他是真的跨越藍綠瓜旋風 省長那時候要五毛給一塊 那所以我記得那個時候 國民黨一些出頭路 一些政治人物都跟著他出來 郭台銘第一欠缺這樣的淵源基礎 也沒有過去施予國民黨人的恩惠 支持者對他來講是有些疏離的 是非常疏離的 所以這個氣勢上第一沒有辦法比 就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那三足鼎立 我們現在就看 你看到的就是說 韓國瑜的這個 他的局限性 鋼鐵韓粉真的是鐵板一塊 但是鋼鐵也沒有外塑性 所以他就這樣 甚至於你看他那天的造勢 好像民調有點拉抬 但是對不起 我們這天就開始在講什麼 他爆出口 韓粉怎麼對待馬英九 怎麼弄髒環境 問題一大堆 對 問題一大堆 那你那麼早就起手式造勢 那之後會不會施老兵痞 那會不會玩不出新的東西 又或者說當人們 第一 如果你本質性不夠的時候 人們期待你講政見 你說的三公司下去嗎 這第一點 那會不會因此他不敢講政見 那不敢講政見 你又變成草包 所以這個就很困難的地方 那尤其是當那個形象深入人心的時候 我坦白講 你要花多少倍的力氣 是很難挽救的 那郭台銘的部分 郭台銘要如何去 比如說現在是藍營 如何增加藍營支持者的信心 或說他的參選政黨性 我跟你講 郭台銘 我們再看一份民調 贊成他出來的比不贊成的多 可是不贊成的理由裡頭 第一位就是誠信問題 我必須要講郭台銘 參加國民黨初選系大胸 這個第一個傷就是誠信的問題 那有人給他託夢 我明瞞瞞到 大概他們會講這東西 韓國瑜不贏 只有郭台銘能夠贏 郭台銘才能夠保衛中華民國 那郭台銘贏了 然後把這個民進黨下架 那也是這個 不是中華民國勝利 也是藍營的勝利 大概是會用這個來講 所以你看之前一直 大家一直講換魚換魚換魚 有沒有這個東西到底什麼出來的 除了韓國瑜自己本身一直民調下來 有沒有人在刻意的操作 又或者有一些民調閒置出 要不就是郭台銘一對一 要不就剛開始郭柯聯盟的時候 好像勢如破竹的樣子 這個都在營造棄保的正當性 那柯文哲打的算盤是 這一屆他不出來選 但他組了一個民眾黨對不對 好台灣民眾黨好 郭台銘是台灣首富 錢不是問題 我藉著 雖然說我跟你合作 我做總幹事 我在各地操兵吧 郭柯聯盟後援會可不可以 好到時候我就順勢接收了 等到你這屆選完了 2024就換我了 我這個基礎各地就已經開花 結果囉 然後我資金有來源了 我已經跟你建立關係囉 所以我奶水也有 我陸軍也有 空軍我本來就會打 在這裡面就顯出為什麼 王金平會講這些話出來 因為據我所知 聽說王金平最近頗落寞的 而且頗不愉快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跟你說 柯文哲很會蹭聲量 他是空軍擅長 對 王金平是陸軍艦場 好 但是空軍在那邊一直放消息 那 據說 在他們內部裡頭 一直有空軍派跟陸軍派 可是目前是空軍派的聲音 比較大一點 因為總統大選 畢竟是全國性的問題 所以這邊 那柯文哲自己這邊 又會一直放消息 所以他這邊是慢慢取得一些上風 而王金平就有一點被邊緣化 但是馬上遇到的問題 也是我要講 最實際的困難是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台灣民眾好像要找陳傑來選立委 彰化的 我問你 國民黨也要拿名人 這樣得死人 所以郭台銘這邊也要算 我加上你柯文哲 請問我到底加分多少 還是說你的盤算的結果 我得死很多人 我對國民黨更難說服 再加上你那張嘴巴捅來捅去 我怎麼辦 因此這就是你會覺得有點尷尬 柯文哲不斷地放消息 王金平一副神秘的樣子 而且隨緣的樣子 而郭台銘呢 我覺得他是壓著滑水 但是我覺得一直是在琢磨說 他到底要怎麼出場 然後怎麼編排這個三人 也許三個人可以弄得很好 可是小心喔 三個人上挑水是怎麼樣 可能水桶打翻了喔 是沒水喝喔 對 沒水喝喔 郭台銘出來選 當然柯王兩個人是各有盤算 那王金平又講了 魔鈴兩可的樣子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說 跟國民黨講 我又沒有出來選 那你能對我開閘嗎 現在就是郭台銘 如果出來選 那國民黨該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是不是要開讀呢 開讀的時間是在哪裡 是九月十七日 還是等到十一月 當然有人是這麼講 那也就是說 包括吳敦營還有韓正營 就是說如果郭出來選 你一定要處理啊 對不對 怎麼能夠魔鈴兩可呢 那特別是郭台銘這個部分 如果他想出來選 靠柯王也不夠啊 是不是也要跟藍尾說好 是不是跟他們表達 總統選郭台銘 那立委請支持國民黨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 讓藍尾倒戈呢 那這樣對國民黨來講 是不是頭髮沒力氣呢 所以周習偉就說 你不團結就要清黨嘛 那這清黨是要清掉誰呢 是清掉郭台銘跟王金平嗎 那明顯怎麼樣看 這樣的一個趨勢發展 郭台銘如果出來選 對國民黨來講 絕對是加派主力 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當然有被裂解的一個危機 包括台灣民眾黨 是不是要找一些國民黨 初選沒有過 包括陳傑這個 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那第一個 就說九月十七號 未來一個禮拜 對我們當然是折磨 對我們當然是很大的折磨 臨遲啊 講到臨遲 不關注 這是我覺得 這沒辦法啊 第一個 剛剛大家有提到 郭台銘到底要不要參選 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叫私出有名的問題 就是說他畢竟 美媚姐也提到 郭台銘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他選之後 選輸自己要出來選 我這幾年在跑中秋活動的時候 集成也會在批評 他說選不敢玩嗎 都有啦 講到很難聽都有啦 對郭台銘他怎麼去克服 其實郭台銘自己內部有做民調 甚至做到Sample 是做到一萬五 最新的是做到兩萬份 做這麼多 因為我們有選過舉得知道 做1068已經很大了 他是做到兩萬份 民調做出來 他也是落後給蔡英文 對所以這情況底下 那有沒有贏過你們韓國瑜 我不曉得 重點是有沒有韓國瑜 因韓國瑜 反正他輸給蔡英文 所以他的前提是這樣 他已經沒有辦法 至少各個民調 他沒有贏過蔡英文的時候 2020對在野黨 甚至對郭台銘 對誰都一樣 當然對民進黨之外 對在野陣營來講 第一個前提是換蔡英文 把蔡英文拉下來 你這個前提 沒有辦法兌現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選 所以對藍軍來講 郭台銘更沒有正當性 第二個就是說 目前幫郭台銘的有誰 包括周守信 包括黃建平 都是藍軍的人 那這些人是不是要開除 這些人 好未來郭台銘 正式宣布之後 這些人是不是會退出 這些人如果繼續幫忙的話 黨紀就必須要處理 就是說郭台銘的競選陣營 他宣布之後 是不是要重組 是不是他會拉攏 另外一批人進去 目前現有國民黨提名的 立委候選人不會 過去他們會有一個方式 譬如說傳出一個方案 要拉攏藍軍的候選人是這樣 看滿掛上去 一邊郭台銘 一邊柯文哲 然後郭台銘 阿宏韓國瑜 子彈上支援 這是郭台銘要拉攏的人 他們認為說 給藍軍的候選人說 招攏人說 你暫時不要掛韓國瑜的看板 你未來掛郭台銘 一邊掛柯文哲 可是有多少人聽 他有去接觸一些人 可是當這個看板掛上去的時候 藍軍黨紀都開砸了 不可能 一定會沒到死對不對 所以除非他認為靠到郭台銘 第一個前提 郭台銘會不會參選 這是還有變數 還沒有最後決定 可是我們得到的訊息是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應該會了 應該會 第二個 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 藍軍的候選人 會不會靠過去 現有的立委候選人 我認為是不會 可是會不會有初選落敗的人 靠過去 這個很難講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確實有裂解的危機 還有臺灣民眾黨 會不會藍軍的一些 對其他的政治人物靠過去 也很難講 所以目前對我們來講 確實面臨到很大的掙扎 藍委會不會也很猶豫掙扎 畢竟郭台銘 也是跟國民黨這麼友好 如果要來集齊 甚至有資源相助 很難拒絕 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的內部民調是這樣子 柯文把那個韓國瑜的黏著度很高 表態率也很高 所以到八十五趴的時候 你不跟韓國瑜連在一起 你等於得罪韓粉沒有票 那你當然 這兩難 有些人認為說韓粉 很比較稍微極端 比較攻擊性比較大 可是你跟韓國瑜做切割的時候 你就拿不到這群人的票了 我講一下 不好意思 聲音比較不好 那一段碰台海 因為跑中秋活動 全代會前的非韓不投 跟全代會之後的非韓不投是不一樣的 全代會前非韓不投是一塊 全代會之後正式提名之後 又有一個非國民黨提名的人不投 那叫黨粉 不叫韓粉 所以韓粉跟黨粉結合起來 現在黏著度又更高 又更高嗎 你郭台銘怎麼跨越這一塊 怎麼聽說現在基層 北部有分裂的情況 有挺韓的 有挺郭的 確實有人 私底下有人認為郭台銘更好 可是當韓國瑜取得正式提名之後 這些人就歸對了 歸對了 有一些人是看國民黨投票 只要國民黨提誰他就投誰 然後另外一塊是韓粉 非韓不投 韓粉裡面很多不是國民黨的 很多可能是其他新黨 甚至其他比較 那也是深藍的 比較深藍 也有 可是有一塊是黨粉 非國民黨不投 這兩塊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韓國瑜的民調 你說要往下跌 空間有限 所以我們認為是止跌的 那王金平的部分呢 王金平怎麼也會開閘 周襲委說要親黨 那王金平也包括嗎 王金平說我沒出帥 你不給我開閘什麼 你問我這麼難的問題 我可能更沒有聲音 直接裝眉聲 假設是郭台銘宣佈參選 那王院長沒有宣佈的話 那沒有違反現行黨紀 怎麼去做開閘 所以沒辦法對不對 不是沒辦法 他沒有違反黨紀 沒有違反黨紀 他沒有宣佈參選 黨紀規則在那裡 那郭台銘事長 郭台銘有兩個黨政 第一個是容易黨政 第二個 他有正式的黨政 他的黨政是在我們板橋 所以當郭台銘 當然我認為 他對國民黨 對中華民國是有愛好的 他不會主動去退黨 希望到最後還有轉還的期間 雖然是0.001 希望最後 希望渺茫 希望渺茫 所以如果那個 極有渺茫 第一個如果王金平去掛 比如說主任委員總幹事 那你們開不開閘 那就一定要 要開閘 好那如果不掛 人在曹營 心在漢呢 我也跟說妹妹 你心在明 所以就不會開閘 你人在明明黨 心在國民黨 不會說你在幫國民黨 沒有平據 來來來 郭東哥怎麼看 怕你的媒體 教堂都放在郭台銘 去心地跟柯文哲合體 其實不是 他們不是焦點 這要看 今天的真正焦點 是柯媽媽講的那一番話 我不知道我名字有沒有錄起來 柯媽媽那一番話 是真正的出征出前的習文 他怎麼講 我們本來只是小英的 小英很聰明 也很有學問 但是他就是叫做白條的 這是說小英的 另外說韓國瑜 我們柯文就是有夠用的 我們柯文怎麼像韓國瑜 柯文哲也不要吃風 不要喝酒 不要打麻糬 不要跳舞 不要唱歌 柯媽媽的一番話 等於替郭柯已經全部都講完 所以我建議郭台銘 你應該請柯媽媽當你陣營的首席發言人 有一天他一定會跟韓國瑜的李家昏對決的 誰有教養 誰真正有力量 至少他講的話 比郭台銘那些美女主播發言人強多了 那些美女發言人 我們到今天問這個他也不知道 問那個他也不是 就是一套模式 每天上政論節目在那裡講 今天聽柯媽媽一講 那顯然就是要出征了 不然柯媽媽講這些話幹嘛 對 所以我一直在那裡看 我一直在那裡看 柯媽媽你自己不關 你自己在那裡說什麼東西 太後期的 這個叫太後期的 他的聲量一定高於其他發言人 包括柯爸爸在後面一直吐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他還是講啊 就表示說郭台銘今天去柯家 一定有他的用意在 柯媽媽已經公佈出來給大家看了 對 如果柯媽媽今天說 沒有啦沒有啦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會讓他們自己去採 表示說這個局還很複雜 但是今天柯媽媽一錘定調 但是郭台銘這一錘定調下去 黑鍋集團就開始形成了 你心裡要有準備喔 過去沒有好好給你檢驗的 現在開始要檢驗你了 你在你去那裡創業的時候 那點點滴滴 你的婚姻 你的愛情故事 你把人家救錢的經過 那些都開始來兵 讓全台灣人民看 儲算沒有兵才能看 現在都要兵才能看 對不對 韓國瑜為什麼會被人家兵才 過多二十年前都兵出來 那你一樣啊 郭台銘也要兵才能看 包括以前小英兩次選擇 我們都已經檢驗的這樣子 各種檢驗都出來 那如果說郭台銘以為他散的掉 這個東西的話 那你太低估台灣這個政治界了 所以郭台銘我不知道他心裡上有沒有準備 到底最新的消息是 蔡碧如辭掉柯文哲市府的顧問 正式投入郭台銘的陣營 好好好看 這個一支而已 後宮徵環傳四支開始要拚了 其實阿伯的電視 我們觀眾看 台銘胸 好酸林 剛才拚到四個月 台銘 這張兩子金的照鏡 抬就這樣 這個新的這是太后等級 這個也是 這個太后等級 你想我有一天才對 會吐出來 李佳芬你那個雙女士 要是什麼時候關門 維多利亞 你哪一家辦教育嗎 你的創辦人 韓國瑜這種 這種出爐這種事情 你那個邪教還有必要存在嗎 絕對開始攻擊的嘛 逼得農舍以外 逼得你這個雙女學校都要關門的 那時候不知道是要哪一個發動 是科媽媽還是菜壁 我不知道 我都先講好 替韓國瑜先消毒 一定的啦 這些兩子金不會像現在這麼客氣 讓你韓國瑜在那裡 不可能的啦 如果蔡壁如一去到郭震雲去 那你現在的那個王淺秋 可能都要散一邊 那個角色對比起來 你就不夠看嘛 對 大風大浪 蔡壁如我今天才知道 他在台大醫院叫蔡一針 一針啦 真的喔 一針見血喔 一針一針啦 一針一針 那針要獨一獨一 還不知道 有他有科媽媽 這場選舉好看 對的確 來聽分為怎麼看 郭台銘出來選 那當然其實商討今天是國民黨 國民黨會怎麼處理 韓國瑜你今天會讓郭台銘有機會 是你要去檢討自己 為什麼當你拿到了這個權力之後 國民黨提名了你 反而你自己沒有辦法 控制那整個民調往下跌的跌勢 那你跌 甚至郭台銘人都沒出來 整個民調都跟你差不多 郭銘的內部民調只要贏過韓國瑜 他就有出來選擇 基本上他就是要了解 到底我有沒有贏韓國瑜 因為九月到十一月 絕對是一個很關鍵是 韓國瑜跟郭台銘大戰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點韓國瑜 我必須說最了解韓國瑜跟郭台銘的 絕對是國民黨 絕對不會是民進黨 他們兩個的整個背景 政治的傾向 基本上全部都是國民黨 所以我們不會了解他們兩個 但是呢 他們兩個一定會互工 他們一定要先取得 在十一月中旬 我們這個登記的時候 登記那時候就定江山 登記下去一定會做民調 那個民調到底誰是第二名 誰是第三名 我相信那時候就開始會 進行所謂的氣吧 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 到時候是郭台銘的民調 會往上衝還是這個韓國瑜呢 這個我們請教 玉慧姐怎麼樣看 這樣一個最新發展 郭台銘出來 這個國民黨傷腦筋 要怎麼樣清黨呢 其實郭台銘今天一大早到新竹 去找了這個柯文哲一起吃米粉 然後送給柯媽媽一盒的月餅 然後上面有莫忘初衷 老實講我不曉得他的初衷是什麼 那因為這個初衷是為了要選總統 然後為了要當中華民國的這個總統 還是他自己所說的為國為民 那又為什麼國為什麼民 不過其實我們 因為這個禮拜正好有中秋節 然後會放長假 我們稍微輕鬆一點 因為郭台銘先生說 他應該是在中秋節後才會來公佈 那到底中秋節後哪一天公佈 我們來幫他看 因為今天已經是11號 11號晚上 今天勢必是不可能公佈了 那明天呢 明天日子可能不是很好 明天是一季似沐浴的 但是所有的相關的集市 都不允許 13號更不好 13號禮拜五呢 那天農民力上也告訴我們 所有的納采這些也不適合的 那禮拜天14號也不好 那15號也不好 大家看來看去 就只剩下16號 那就是下個禮拜一 不是最後一天 是最後一天的前一天 17號是最後一天 好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會 大家苦手來看說到底哪一天 我覺得應該是9月16號 準不準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媽祖也沒有託夢給我 我也不確定到底是不是這一天 不過我要講的是 其實講郭台銘要選不選 郭台銘要不要跟柯文哲 要不要跟王金平一起來 共同合作要出來選 這個傳言已經很久了 這個傳言也搞到 因為太久的關係 而導致三個人的民調都下滑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蔡碧如 蔡碧如女士其實是 我相信我們現場很多人 應該都跟她交手過 應該對她是有充分的了解才對 她一來這場就躲動了 為什麼說躲動了呢 因為以後的這場選舉 絕對是刀光劍影 剛才這個國東大哥說 她在台大醫院叫蔡一貞 柯文哲怎麼形容她 柯文哲說她是血滴子 她可以完全執行 柯文哲的這個意志跟任務 所以今天呢 不管說是柯文哲去擔任 競選總幹事也好 或者是蔡碧如已經辭掉了 市府的顧問要去郭台銘那邊 郭台銘你的周遭你的整個的幕僚 群當中可能就要小心 這一位地下市長 這一位血滴子恐怕會去顛覆 剛剛講到地下市長的部分 在上個禮拜有一段影片 那最妙了 他自己出來接受這個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說地下市長我承認 我認為這是正面的 因為我很好 所以這個台北市民認為 我是地下市長很正面 你也拜託 我們是台北市的市民 我在去年投票 有投票單上有寫你蔡碧如三個字嗎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對於臺灣的民主是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的 蔡碧如他要去幫郭台銘選舉了 好這藍營現在真的很傷腦筋 除了郭台銘即將要宣布參選 可能那現在馬韓之間似乎也問題很大 因為馬英九日前幫這個韓國瑜駐獎 就上禮拜天卻被韓粉虛下臺 這風波持續上演喔 在馬韓昨天就亡不見亡 來看VCR 總統 這麼這麼快就要離開現場了 他敢行程 謝謝喔 說到韓國瑜同場嗎 激激漫漫上車 前總統馬英九看起來有夠感 是真的要趕行程 還是躲著這一位 馬總統又比您挺早的 來不好意思 馬總統又比您挺早的 來不好意思喔 謝謝 禮拜天韓國移新北造勢大會 韓粉把馬總統須下臺後 馬韓首度同臺 出席北市里長授政典禮 原本劇本寫好上演大和解 韓國瑜提早來等馬英九 但沒想到馬英九 提早半個小時抵達會場 10號下午5點53分 馬英九和藍營里長熱情寒暄 就在6點整 難得準時的韓國瑜 從前門現身 但馬英九卻決定 從後門提前離開 就怕馬韓星傑越演越烈 黨主席吳敦義 趕緊幫雙方找台階下 團結不一定坑面啊 只要同心協力就團結了 他是絕對忠於中華民國 絕對忠於中國國民黨 毫無疑問 他一定會一心一德 全力幫助 我們韓國瑜候選人當選總統 黨主席滅火 但支持者恐怕不買單 事發後馬英九臉書 慘遭網友嗆瞎留言 你心眼太小 看不起韓總是嗎 放韓總統鴿子是怎樣 機場鳥肚 還批評馬英九擺架子 廢話那麼多 韓粉虛擬下台剛好而已 我們預期是會碰到韓市長 但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太人太多了 然後媒體太過熱情了 就剛好沒有遇到 所以並不是說刻意避開 韓粉鼓噪 甚至於虛聲 如果還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評估 要審慎評估 是不是要讓馬總統去 好 我們看到這個 因為上個禮拜天的一個韓國瑜造勢 時間出了差錯 那馬英九呢 這個當場真的是被咬掉 被拉下來 那馬英九當時是一點錯愕 看起來是非常不爽 那昨天晚上 有一場這個造勢活動 韓國瑜特別從高雄北上 這已經違背了他這個平常日市政活動 跑來臺北 想說跟馬英九能夠見上一面 碰一面 結果沒想到馬英九硬是提前離開 好 我們看到 雖然這吳敦毅說 團結未必要見面 那這個馬英九呢 也必定會挺韓到底 真的是這樣嗎 看起來馬英九已經是很不爽 那這個韓國瑜已經講了 他是超級戰將 藍軍都不挺自家人 感覺上是一有所指 就在指馬英九呢 難道還要後悔嗎 藍明玉怎麼看 看起來兩人真的是結下梁子 團結不一定要碰面 但是反過來碰面也不一定團結 那我話說回來 我也是覺得說他們的幕僚 確實是蠻奇怪的 就是現在在這個風頭上 那要是我是兩邊的幕僚 尤其我是韓國瑜的幕僚 我無論如何 我都一定會要拉著馬英九 就是我韓國瑜 我知道馬英九可能約到六點半嘛 對不對 那我就安排韓國瑜 因為那個就是有說這個韓國瑜打電話 跟馬英九致謝 可是至少如果你覺得誠意不夠的話 我當面跟你致謝 就說啊馬英九啊 不好意思 那你馬英九迫於這個鏡頭前面 你就算再怎麼不送 也不得不 對我也會展現出來說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還是堅定支持韓國瑜 那你在鏡頭上面演這一出 那今天大家都不會有 在那邊說嘴的空間 結果偏偏 你看剛好又是馬英九前腳走 然後韓國瑜後腳到 那所以你看我們大家今天 不是要討論嗎 大家就一定會質疑的啊 看起來馬英九昨天是刻意提前離開囉 對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幕僚知道這樣的話 那我就硬 要不然就說實在的 要不然韓國瑜這一場 就乾脆不要去了啦 你就不要給人家做文章嘛 那要嘛你就是更提早去 就是說去讀馬英九嘛 我怎樣我就是要在鏡頭前 上演大和解啦 那這樣大家就不要再給你 這個見縫插針的機會 那馬英九不要配合啊 對不對 看起來就不要配合啊 好那那說實在 那我覺得那韓國瑜的幕僚 也可以建議他走第二條路嘛 就乾脆你昨天就不要去了 你就知道說 如果你碰到這樣難堪的狀況 你何必要就是說硬要造成 今天大家又在開始 看起來是不是難以挽回了 特別是因為禮拜天那一場 現在很多人就講 是不是陰謀 是不是故意的 韓國瑜是要這樣子做 是不是故意的 這個我們當然不清楚 可是我會認為說 處理的不夠漂亮 這是確實 因為怎麼講 因為你韓國瑜可能打電話 你去跟馬英九致歉 那說實在的 可是你不能右手致歉 你左手又放任你的韓粉 一直去進攻人家 你包括幫他出來 講話的像什麼羅志強 徐曉晶 還有這些人 你全部的韓粉都去攻擊人家 還用什麼TNND去罵人家 然後你看今天不同台 然後韓粉又去攻擊 機場鳥肚心眼小 對 所以你右手這邊說 sorry sorry 然後你左手韓粉 又做你的打手 去打人家 那說 又是我是馬英九 我是馬英九的幕僚 誰要跟你和解 這就是你的一個伎倆 每次都右手棒子 左手胡蘿蔔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韓國瑜 要不然就是要呼籲你的韓粉 就是不要再去 就是愛與包容 對不對 你每次都是這個口惠 但是看起來不花狗 韓粉已經本來就失控了 好那就不管韓粉 失不失控問題 我覺得就是韓國瑜 自己本身的問題 他每次就是很會得罪人 那說實在的 你說馬英九再怎麼沒影響力 他也總是有麻粉吧 那你就算沒有麻粉 他文山區 你總是有文山 就我了解 文山區有一些居民 因為馬英九現在還住過文山區 他附近的跟他很好的一些居民什麼的 或是一些議員都看不下去 也表態說那他這一局 絕對不會再挺韓國瑜了 所以你本來就要選舉 你本來就是要結交朋友 像他昨天三伯 那昨天沒事又去惹了丁守中 對不對佛系打法 溫吞提不出一個批來 我不要四聲 好批 那他又辯解 他說我沒有那個意思 他說只是比喻丁守中受委屈 請大家從頭看到委 是這樣嗎 少來他昨天他其實是在那個 台北市里長的一個受政晚會裡面講 就講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他不是故意的嗎 因為他又在臉書又再講一次 其實這 而且我覺得他早是給媒體找麻煩 他可不可以不要講髒話 你如果你要對照丁守中的溫吞吞的話 你也不用一直講髒話 讓我們要一直逼一直逼 我也是覺得很麻煩 說實在的丁守中有愛到你嗎 那難怪大家今天都會覺得說 你打從心裡就是看不起丁守中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話還記得就是說 上一次他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事實上他其實是有一陣子 跑到台北來登記的喔 然後後來他就 就說又突然被 吳敦義壓著他的頭 再回這個高雄市去選 吳敦義要資源 對然後他 美其民就講說 我是不是的啦 我是這個動作呢 我是要跟黨中央要資源 因為我們都沒錢就在那邊 又演了一出 那所以今天就有人解讀說 其實當時 他那個動作就是表明了 我看不起丁守中 對 我要取而代之嘛 所以大家就這樣 那說實在的 就算你不是心裡這樣的想法 你今天臉書 你昨天講一次 你今天臉書又再發一次 那丁守中不是又中槍嗎 那你今天台北市的票你還要嗎 你還要丁守中在幫你 在幫你加持嗎 得罪馬英九又得罪丁守中 這兩個都是台北市的大將耶 所以我就覺得說 韓國瑜你每次都先得罪的人 然後後面的人要一堆幫你擦屁股 我最後再講一個啦 他真的很會得罪人 他昨天也得罪了立金啊 立金是他的同學 那其實他已經超級無敵 不想去幫他站台了 因為他就不想被人家提起往事 就韓國瑜第一件事 看到立金講什麼 他說你的穿著怎麼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立金就翻了一個大白眼 然後那個他們當時 然後又講出立金的本名是不是 然後後來那個立金又問他說 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跟誰最熟嗎 因為沒話講就這樣講 他說我跟吳忠銘最熟 那立金馬上馬上就 又白眼 你沒事去提人家的過往幹嘛 你明明知道說人家可能在意這件事情 就他就連續兩次 一直提人家穿著 一直提人家本名 就提人家的痛點就對了 人家不願意去提的事情 真的不是我們要黑他 是他真的每次都自己自爆 然後自爆到旁邊 又要幫他擦屁股 然後又說我們黑他 所以我就覺得說你韓國瑜 真的是很不會做的 其實現在馬韓雙方陣營 似乎也都吵成一團 都罵成一團 剛剛明宇也特別提到 現在包括 因為許曉金第一時間 就替這個馬英九抱不平 就是說你這樣的一種安排 這個馬英九被虛下來 就是一種羞辱 丟臉的是韓國瑜 那當然也有挺韓的 北漂的這個美女主持人李明軒 他就說 你這個馬英九的幕僚 你要自己檢討 因為當天不是馬總統個人的 八年執政報告大會 那你偏偏這個幕僚寫了一堆稿子 讓馬總統在那邊講那麼久 你被虛下台 你自己要檢討 那當然還有韓粉的部分 就披馬英九 什麼給他長焦 披霜比較適合你 給臉不要臉 這些非常凶狠惡毒的話 來庭菲委員怎麼看 這個通常辦造勢活動 你們都很有經驗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我想這個造勢大會的整個 從頭到尾的一個狀況 就是失敗 而且就是不尊重 這代表了韓國瑜的內心深處 就是不尊重任何人 即使要幫他服選的人 他也覺得說 今天我韓國瑜最大 那所以他的韓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態度 就是因為韓國瑜有這樣的態度 我想其實我們造勢場辦了那麼多場 然後我們自己也擔任過主持人 其實在現場 馬英九他是依照主辦單位 給他的時間 所以他才喊了一句說 我還沒講完 所以他的稿子 所有其實他們都很清楚 而且當過總統的人 幾分鐘那個稿子 就是多少個字 那個非常清楚 不可能說逾越那個時間的 那他今天還沒有講完 是因為你韓國瑜給人家遲到 那整個時間拖長 那拖長的時候 其實如果是這個樣子 你一定要先取得馬英九總統的同意 像如果說我們今天是演講者 通常如果時間拖長了 你一定會跟這個韓國瑜知道說 他那邊是幾分鐘到 那先取得演講者的同意說 馬總統不好意思 其實因為今天都延遲了 所以可能你的時間要縮短幾分鐘 這樣子搭配那個前場進場 那即使他在台上 也要給人家打個pass 沒有 即使就是說給他打pass完 因為下面一定會有提醒的 說可能下一個 下一個點已經到了 提醒他可能要趕快結束 下面一定有舉牌者 然後絕對不會 我們主持人絕對不可能去打斷 任何一個演講者的 他的一個演講 這是非常不禮貌的 而且是前總統 對 而且是國民黨現在說真的 已經非常重要 要他服選的前總統 所以我們看到整場 就是一個荒謬 一個荒謬 那你在這個荒謬當中 好 這整個事情發生了 你要怎麼去解決 可是韓國也沒有想要解決 他跟他的幕僚 還有他的韓粉都一樣 只是要想把事情越鬧越大 昨天又發生續職了 昨天的續職更誇張 我必須說 其實我們常常都會有 這樣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尤其這個總統級的 曾經擔任過總統 或是行政院長 這個很重要 他會去參加這所謂的 這個里長服務處經會的 授政典禮 你被邀請 他一定有時間 比如說馬總統的時間 就是六點半到 他絕對不會突然之間 像我們一般的民意代表說 什麼時候到 大家不清楚 他們一定會被安排 什麼時候到 一定要有人去接 這個一定 所有的禮節都要做好 所以呢 你韓國瑜 如果你把這個事前的動作做好 你一定知道馬總統 什麼時候在現場 就如同民喻所說的 你應該是提早 你如果今天覺得前一天 已經這個樣子了 那要讓人家覺得說 我真的是有誠意 要去跟馬總統盜竊 那你應該是提早去等 他在演講的時候 你就在外面等 或是說提早進去 那馬總統絕對 不可能閃掉你啊 那閃掉你的話 那就是馬總統 他今天就是他 自己真的小氣 會被罵沒風度 對 就是小氣 可是今天不是啊 如果依照徐曉星的說法 他今天破臉書也說了 他說沒有哦 你們又誤會了 還是要還原真相 雖然這個前一天 已經都被 這個真相都被這樣子 一次一次被打掉 沒關係 但是他還是要說出真相 他的真相說 當時候 這個馬總統 有哦 他不是馬上走 為了要避開韓國瑜 他不是馬上走 他是被主委 安排到一個小房間 又等了一下 結果你韓國要進去 你被媒體觸擁 你當時候應該是要知道 你應該要 你幕僚 其實你是候選人 你幕僚一定有前置作業 你一定會知道說 馬總統在哪裡 對 所以你真的有心的話 你一定會說 不好意思 我先要去找馬總統 對 即使他在小房間 對 韓國應該馬上 馬上你下了電梨 對 馬總統在哪 我先去那房間找他 沒錯 你的幕僚 一定要做這些先前的作業 讓你知道你現場有什麼人 他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你下了電梯的時候 你一定說 跟媒體說 不好意思 我要先去找馬總統 不會是說 怎麼會媒體一窩蜂 有些是為馬英九 有些是為韓國瑜 然後兩個就錯開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其實關鍵點是發生在韓國瑜 他從始至終根本就沒有心 要解決這個誤會 反而是每一次都在引爆另外一個點 其實我畢竟說 他不是只有得罪丁守宗 他還有得罪連聖文 他幾乎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他所有的人都得罪 所有臺北重要的要角 全部都得罪了 來來來明信 韓國瑜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會禮拜一個作息 晚上結束之後 說話是什麼 越來越困難 到底是什麼狀況 為什麼會到處得罪人 你看就是說國民黨自己人 砍自己人 結果就被停飛撿到槍了 說得嘴笑不笑 其實也不只停飛 嘴笑不笑 所有民黨人都笑得很開心 那你們自己要自爆 那你們為什麼韓國瑜要這麼做呢 就是說我老實講 包括民選這個 我跟他不是很熟 我覺得這些話都可以不用講 這些話其實都會讓 就是說讓輕痛愁快 讓民黨撿到槍 而且不只是撿到一隻把槍而已 我們不希望撿到這種槍 撿到一整列高鐵的槍 因為挺韓的真的是罵的 你罵成這樣子 你說誰能忽略呢 我覺得他們去 甚至我稍微 剛剛稍微再看一下 他們還去馬英九上面的網站上 臉書上面再去留言 我覺得就去罵了 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第一個馬英九老講 好 確實有一些深藍的 對馬英九八年執政 是非常不滿意的 認為說你做得不好 包括年終歐文君 砍到他們的薪水 他們確實對馬英九執政是不滿意的 可是馬英九還是有他的高度 畢竟馬英九禮拜天 去幫韓國瑜站台的時候 包括吳敦義講說 韓國瑜就是國民黨唯一候選人 那個是有定毛效果的 特別未來他講說 郭台銘有沒有可能登記參選 就是說藍軍面臨到分裂的危機 有人在傳說是不是要換掉韓國瑜 包括吳敦義 包括馬英九站出來挺韓國瑜 對就出來定毛了 那是定毛了嘛 就是說不可能換嘛 所以我覺得在前提底下 包括韓本 其實放下情緒啦 我就放下過去了 可是韓國瑜本身 是不是自己問題也很大 就是說那天的活動搞成這樣子 然後到昨天晚上 他想說是不是跟買酒可以稍微 這個氣氛和緩一下 還是沒有塗到 馬英九提前離開 昨天那個行程我有去 因為昨天議會開議 所以我們又拖到很晚 我們開議到六點三十六分 我趕到現場大概已經七點半了 時間到底怎麼樣 兩個真的就錯開了 沒見到面 沒有沒有見到面 離開就是說 在那個情況底下 因為現場那是國民黨 臺北市黨部所辦的一個募款餐會 大概有一百多說蠻熱烈的 韓國也跟各里各里各區的里長拍照 其實氣氛蠻熱烈 那因為我也沒見到馬英九 馬英九先走 我覺得雙方目前可能或許稍微有一點情緒在 我覺得要時間來化解 可是對馬英九來講未來只要有機會 他還是會幫韓國瑜站台 這絕對沒問題 昨天已經閉成這樣子了 我告訴你 對啊 庭飛不用再補刀了啦 你們刀已經夠了啦 我覺得就是說煩惱 我們是依照評論一件事 我懂 蔡英文現在躺著選也沒問題 對國民黨來講選情很艱困 我也知道我們問題在哪裡 馬英九有他的大度大量 未來他一定全力複選 只要國民黨提名誰 馬英九都會去複選 那韓國瑜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繼承馬英九路線 就是說韓本你再怎麼不接受 你兩岸外交 韓國瑜不是繼承馬英九路線嗎 你可以推翻馬英九路線嗎 所以對很多韓本來講 他們是不認同馬英九執政的 可是他們是希望韓國瑜走出自己的路線 可是對韓國瑜來講 他還是要繼承馬英九路線 至於說有一些講法 馬英九韓國瑜 韓國瑜有些講法 我覺得還是要精準一點 譬如說他昨天又講到丁守中 對 講丁守中的部分 其實我沒仔細聽 因為我在後面握手 我沒仔細聽 這些未來我覺得要精準一點 不然 你覺得外界是誤解他嗎 還是他講話就是這樣子 沒事又得罪黨內的人 我剛才新聞報導 他是講的是比較沒有那麼精準 就是說對丁守中就佛系打法 可是他後來臉書也做修正了 他說是因為外界給丁守中貼標籤 就說他自己講的 丁守中做不好 大家想韓國想講完 現在他其實這不是第一次講 他前幾天在三重造勢也講過一次了 這個其實要破解說外界說 韓國也不好又要換將了 其實在講這個 可是我覺得要精準一點 有些話不要讓大家見風插針 甚至讓綠營解到錢 因為他這樣講會讓人覺得 有一種驕傲心態 因為我選上高雄市長 丁守中你沒選上 你佛系打法提不出一個批出來 是不是 感覺是不是很囂張 連仲將這麼溫和的也在擦身 仲將講的其實是他自己講的 來 美美姐 我同意要修正 有些話不要講過頭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他的內心深處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那天 以為有四十萬人的肇事大會 三十萬人 所以底氣足了 所以覺得打得很窄 他就更自信了 然後他認為說 我在場上講出話 大家聽得很高興啊 我為了要擦乾淨 我就用這種粗俗的語言 所以是不是越來越口眉遮攔 對 口眉遮攔 是不是本性壁錄 我不客氣的講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他以為這樣子 你看他臉書馬上解釋 但是擦乾淨 不需要這樣子吧 不需要傷害人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跟你講明顯 其實國民黨內部 我覺得是這樣 你如果說韓國瑜代表是草根藍 馬英九之前就所謂的 傳統的精英藍 傳統的國民黨體質 是由上而下的 精英養成 學歷傲人 對不對 精力什麼十足 那在這裡面 韓國瑜代表是一種 底層的逆襲 他曾經視如破竹 也許在這種 基層藍 草根藍裡頭 就是他們長久以來 沒受到的感情的照顧 在去年裡頭出來了 有人宣洩了 還不止這些 包括他所謂的 他常常掛在嘴巴裡 莫望世上苦人多 這七個字會感動人 去年就是因為這樣感動人 所以他跨越藍綠 有些綠的我相信一些 底層也投過去了 可是在今年當他在講 莫望世上苦人多的時候 已經沒有號召力了 為什麼 你家的農社 你家的貴族學校 你是苦人嗎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在國民黨內部 會不會是這樣 本來精英男跟草根藍裡頭 就有嫌隙了 那因為基於大事不得不然 韓國瑜已經得到了黨的背書 但是其心裡頭 這種互相的不滿意是存在的 我老實說精英男 我相信他不是很看得起 韓國瑜的 所以為什麼這些基層男會說 郭台銘誰找來的 就是馬英九 這就說你們這些基層男是 合作好的 好了 現在 那一天馬英九一輩子 順風送順水的人 在幾十萬人面前 如果都照你們所說 是當眾被羞辱 這口氣他怎麼忍得下來呢 所以你說一大人大量 他一定會幫 他真的會幫嗎 他會誠心的幫嗎 昨天的動作很明顯 單單他的前發言人說什麼 後面會安排他 還要看情形 所以不要再演了 我覺得再來就是演戲 那韓國瑜現在就是說 因為在藍營內部 一直有兩派力量的拉扯 甚至我還可以告訴各位 還有一派聲音就是說 真的是期待郭台銘來光復 國民黨算了 這樣子郭民黨比較不會糟糕 不會糟糕 那因此國民黨內部 他面臨的不只是韓國瑜自己本身 條件不合的問題 得罪人不團結的問題 包括傳統的菁英男 草根男的這個拉扯 乃至於他面對整個人名 我聽說最近有一些家庭很煩動 說要選總統的人 總老實在會說一大堆 要是要教壞孩子大歲嗎 開始有些家長反彈了 我請問如果一個候選人本質不夠 不管是人力 不管是待人接物 那麼不管是他的學精力養成 都不服眾望 也許他可以夾一時的民粹以致重 他以為他可以是川普 我再告訴各位一個例子 川普在那個前 那個2016選舉的時候 怎樣你知道嗎 後來被揭露 他也曾經把希拉蕊罵得很難聽 他也在年輕人裡頭是被善笑的 也許韓國瑜認為說 我跟川普很像 但是對不起 川普至少 他有他成功的企業背景 他可以給人家一些想像 可是你韓國瑜有嗎 當你這些都沒有 可是那些錯誤 不斷地在犯下的時候 連安內都沒辦法說 會不會禍起肖強 我覺得是國民黨要去深思的 其實不是說 我們在這個見縫插針 因為韓國瑜的確 最近真的是自爆的情況非常多 包括其實週刊今天也爆料了 誰爆料呢 那當然也是這個生來內部的 這個過去的退降 這就是哪一位呢 吳思懷 我們看到吳思懷 他怎麼講 他說呢 積小錯誠大過 韓國瑜再多的造勢 也抵不過一再的造勢 你看他都說一再的造勢 那誰造勢呢 他也提出了一些 包括就是過去 這個大家印象深刻 在韓國瑜身邊的護衛隊 那時候說這些 可能都是一些退降 一些退伍軍人 自費當志工 幫這個韓國瑜當護衛 結果呢 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呢 他們這些志工 真的是自己出錢出力 可能自己開著車 然後跟著韓國瑜到處跑 然後也自費自己吃飯 可是呢 這些護衛隊 後來就發現了 韓國瑜的政治獻金 竟然收了上億 有一億多 結果韓國瑜 連他們基本的一些油錢 便當錢 都不願意出 那結果這種情況之下呢 護衛隊呢 有一些真的是做小本生意的 可能自己開一些小吃店 或者開一些小店 他們就想說拿著一些衣服 希望這韓市長能夠簽個名 結果呢 竟然遭到拒絕 理由是市長太忙 來 黏煌哥怎麼看 這是外界在見縫插針嗎 連藍營內部 吳思淮這些 都說出了韓國瑜的問題所在